歡迎收看金錢報 我是楊世光 帶來金錢貝的故事 好 今天我們要反映一下 禮拜五的經濟數據 因為禮拜五的美國經濟數據 把整個緊縮週期的結束預期 給拉得滿滿的 對於美聯儲來講的話 進步加息的話 形成了一塊三號三陣出局 再用棒球術語的話 美聯儲的加息週期 真的被三陣出局嗎 我們分別從幾個數據觀察 第一個對於美聯儲 繼續加息的唯一理由是 美國的失業率 在禮拜五公佈是來到3.5% 這創下了65年以來的新低 創下了近60年以來的新低 就是美國失業率再創新低 這個失業率再創新低 但對於美聯儲加息 是有具體的支撐作用 可隨後公佈了幾個數據 包括9點半 第一個是美國的工資出現了大幅的下修 跟不如預期的發展 也就是空資通脹 服務業的通脹可能 即將煙消雲散 第二個是美國在11點公佈的工廠訂單 是大幅度的滑落 還有包括了 ICM的服務業採購經驗指數出現了暴跌 所以從工資 從美國工廠訂單 到ICM的服務業採購經驗指數 這三項數據極為糟糕的表現 使得市場把緊縮週期的結束預期給拉滿 所以我們看市場第一個 美元大幅拉回黃金創高 美國股市直接走高 我們看到金融時報倫敦金融時報指數 英國股市已經來逼近了 2019年7月份以來的高點 也就是西方國家英國股市 是率先創下了新冠疫情以來的新高 由醫療生技股AZ 來領居疫苗AZ股票 創下例行高來做帶動 另外歐洲股市史托克50 來到了3828點 離去年1月5號的3872 僅僅差2個百分點 所以歐洲市場的表現更為強勁 歐洲市場表現更為強勁 到底美國數據有多糟糕 為什麼引發整個緊縮結束的 結束預期拉滿 我們現在市場的表現 第一個我們看到 從聯邦的基金利率期貨做觀察 在禮拜五是大幅度的壓回 一度是來到5%之後 這個數字迅速壓到了4.95% 另外我們特別可以觀察 就是紅色線是FIFA 就是美國美聯儲的官方利率 另外高盛的美國金融狀況指數 現在出現了非常大的背離 官方利率持續往上 可是市場的寬鬆程度卻越來越大 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背離 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背離 也就是市場目前跟美聯儲的緊縮 形成了背道而馳的發展 市場的寬鬆越顯越強 而美聯儲的利率決策 能不能走上去 就要看經濟數據的發展 好第二個我們再觀察 就是隨著美國國債的一個大漲 利率的大跌 在禮拜五的時候 國債利率就掉了超過了15個BP 從今年第一週做觀察 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更是掉了31個BP 創下了1963年以來最大的單周跌幅 創下了1963年新年以來最大的首周跌幅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國債也出現了 非常強勁的牛市表現 尤其是中長期包括了5年30年10年 這種長天期的國債收益表現 基本上價格都出現大幅走高 因為利率出現了大幅度的滑落 所以我們看到從兩年期國債收益率 做表現做觀察的話 出現了也非常明顯的下修表現 一個下修表現 雖然在禮拜五股市大漲表現之後 再次全面噴出之後 前財政部長桑莫斯有特別提到 市場認為低利率時代會回歸 他認為是錯誤的 可是市場上仍然交易的是 美聯儲的FED PUT 等一下我們最後來提到 因為九年代格林斯班 擔任美聯儲主席之後 就出現了FED PUT的一種講法 什麼叫FED PUT FED PUT 基本上PUT就是看空 買跌 事實上在美聯儲格林斯班執政之後 你不用真的去買個PUT 買PUT是做多頭部位的風險對沖 所以有時候你手上大部位 你可能去空期貨 甚至買一點PUT 做避險的交易 所以買PUT等於買保險 付點保險費 你要不要買這個PUT 不用 因為美聯儲 從格林斯班 九年代執政以來 就發現他對於經濟數據 美聯儲的政策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美聯儲幫你出保險費 什麼保險費 就是市場出現意外的風險 意外的事故 這個風險誰來擔 美聯儲會幫你擔 所以就有FED PUT的交易 當然在我們看禮拜五到今天禮拜一 全球都在交易 美聯儲 就是央行PUT的交易 反正風險已經發生了 由美聯儲來買單 由全球央行買單 所以市場出現一個非常強勁的牛市 我們看一下 從整個職業曲線的倒掛程度 更是創下近50年以來的新高 也就是用三個月期跟十年期 一個短天期的貨幣市場 跟長天期的無風險利率 來進行一個對減 那短天期貨幣市場資金成本 是遠遠高於中長天期 尤其是十年期無風險利率定毛的 十年期國債收益率 這兩個倒掛創下史上最大的一個局面 等一下我們就要特別來做觀察 因為我們之前從12月份 我們就觀察倒掛的程度 因為倒掛的收斂 常常是美國股市 主跌段的啟動 這是我們講過的 講過的東西我們不會改變 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不僅倒掛沒有收斂 倒掛還超出預期的擴大 這個倒掛 每年初三個月期 三個月期 三個月期的國庫券的利率 跟十年收益率 它已經遠遠遠遠超過標準差 遠遠超過均值 至少兩個標準差以上 就是這個均值是非常非常遙遠的 過去將我們畫一條均值出來的話 可以在這邊 就是十年期跟三個月期的利率水平 通常按照時間的 包括預期 包括儲蓄 包括時間的代償 大概會維持在1.8%到2%的差距 這是均值 可是現在來到負的1.12% 這是遠遠低於均值 至少兩個標準差以外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市場 它不僅沒有收斂 而且還在擴散 至於倒掛擴散 當然反彈階段就會持續 阻跌段就不會來臨 因為我們在去年 12月底的時候 有人摸過這個底 因為我們認為倒掛應該要開始收斂 可倒掛不僅沒有收斂 還重新擴散 而擴散到上禮拜五來到了極致 來到一個歷史的紀錄 負的1.12% 短天期的貨幣 也就是貨幣成本 遠遠遠遠高於長天期的國家收益率 這當然暗示的是經濟大蕭條的前景 而經濟大蕭條 大家對於美聯儲的緊縮週期 結束預期就拉到最滿 因為所有的數據 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明顯 好我們再看一下 另外是質疑曲線的問題 我們在去年底也做過一個觀察 就是黑色線是去年的10月15 到年底10月30號 是深藍色線 我們當時做過叫熊斗 就是長端利率開始逐步的回升 長端利率開始回升 可是在今年年初以來 這個質疑曲線重新變成熊平 又開始往下拉回 又開始往下拉回 特別是我們看到 包括五年期的國債 包括三年期的國債 甚至殖利率要跌破前低 形成了一個非常陡峭的 質疑曲線的發展 這也是暗示短期在未來的三年之內 美國與全球經濟蕭條的前景 基本上已經接近百分之百 股市為什麼漲呢 這也代表全球央行的緊縮週期 被降息的預期直接拉到最高 這次我們看到目前市場上 幾個主要反應 好 禮拜五也看到 第一個實質利率大幅壓回 而通脹預期緩步走低 也是讓全球利率水平壓低 而國債價格走高 一個很重要的結構分析 到底美國數據有多糟糕 美國的經濟前景有多差 讓整個投資人 拉滿了緊縮週期 結束的預期 甚至從過去的經驗 美聯儲很有可能 現在交易的結果 就很有可能在第二季 就會結束整個加寫週期 第一個我們要觀察到 大概是美國失業率 因為美國失業率 來到了3.5% 我剛剛節目一開始提到 這創下了1960年代以來的最低 美國的失業率 創下了1960年代最低 基本上跟新冠疫情之前 就是2019年的第四季 差不多是3.5% 而這3.5%是優於預期的 所以禮拜五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看到是 失業率繼續走低 失業率繼續走低 加上非農的新增就業機會 優於預期 所以從勞動市場的量 來做觀察 美國的勞動市場 越來越緊張 這是第一個做觀察到 可是所有數據 開始出現不同的反應 先是看到工資問題 因為整個工資的發展 出現了重大 也叫做戲劇化的轉折 按照ADP的薪資追蹤做觀察 過去一段時間 美國工資最大抬升的力道 就是職缺數 還有自願離職的比率是非常高 2.7%在歷史最高表現 為什麼會有自願離職 因為我們看到在去年12月份離職 跳槽 他的薪水平均可以漲15% 可以漲15% 但假如你不跳槽 你的薪資可能僅僅只有7.3%的表現 你跳槽會拿到15.2% 你不跳槽 坐等加薪 大概只有7.3% 但是用中位數來做個觀察 所以基本上這個的差距 讓很多優秀的勞工 願意選擇做跳槽的嘗試 跳槽的嘗試 因為你一個跳槽 你加限幅度 就會超過一倍以上 可是這個數據在去年的12月份開轉折 因為本來在11月份 這個高峰是15.7% 假如你跳槽是7.6% 7.6%對15.7% 到了12月份 變7.3%跟15.2% 也就是跳槽能夠得到更高薪的 中位數出現了一個下滑 也就是對於志願離職 跟范爾老闆的誘因 開始出現第一個轉折 就是工資的增數開始出現轉折 好 我們再往下觀察 因為在禮拜五當中 最令市場上驚喜 對美國經濟最大的一個修正 就是平均的工資 增幅放緩 11月的月增率從原來的0.6% 修正到0.4% 10月份的工資的增數 從原來預估的0.4% 變成0.3% 年增率從原來預估的4.8% 不到4.6% 這個報告就非常大 大家刺激 因為之前不是鮑威爾嗎 等一下經濟給我們說明 美國觀察第一個是商品通脹 商品通脹已經結束了 第二個是住房通脹 今年第二季 渴望見頂 第三個最不可控的 叫做工資通脹 也就是工資引發 非住房 就住房以外的相關服務類的消費 而工資的放緩 是禮拜五最大的驚喜 這個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過去我們知道 勞動市場有一個學理 叫做工資僵固性 勞動市場的工資 是不會像商品市場 會出現負增長的 勞動工資有僵固性 當勞動市場 供過餘求的時候 通常出現的是失業潮 通常出現的是失業潮 而不是出現降息的變化 而禮拜五的數據 這我們要持續觀察 因為禮拜五的數據 竟然出現了勞動市場 價格放緩的變化 對比失業率繼續走低 出現了矛盾 出現了矛盾 也就是工資僵固性 在勞動市場 過去幾十年 西方經濟學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在禮拜五受到了挑戰 經濟學的理論受到挑戰 但是這是一個月份 會不會持續 我們要觀察 因為怎麼可能勞動市場非常緊張 可是雇主卻可以用相對平和的價格 請到員工 這是一個有點怪異的事情 明明工作很好找 可是員工願意低救來得到工作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可是這個事情在禮拜五公布數據就發生了 就發生了 所以美國的工資竟然增長放緩 配合勞動數量的緊張 可是勞動的供需關係的均衡價格 卻出現放緩 而這個放緩 使得市場上 基本上對於空方來講 是措手不及的 因為這不太可能在這時候發生 它竟然就發生了 所以我們要往下做觀察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我們看到 這個月增率是低於預期 而且10月份是經過下修 年增率從11月份的4.8 降到了4.6 創下了近一年半以來的最低 一年半以來最低 所以美國工資忽然放緩 而且按照這個放緩的速度 可能在今年第一季 美國的工資就進到高點了 進到高點了 美國工資的月增率 非常有可能在今年的第一季末 第二季初就進到高點了 這個接下來高點 觀眾朋友還是要小心 因為它跟失業率出現了矛盾 因為勞動市場非常的吃緊 供不應求 你看非農的新增救機會22萬人 離鮑威爾的10萬人 遠遠超出市場的需求 因為需求過多 可是工資卻放緩 好 觀眾朋友這個數據 我認為有很大的問題 這個數據有很大問題 因為一個是失業率有問題 一個是工資有問題 到底哪個問題先不知道 因為理論上是工資先 失業率先建低點 開始反彈 工資才會放緩 怎麼可能是工資先放緩 而失業率距走低 這兩個數據有矛盾的 好但我們看另外一個數據 很振奮市場的 什麼就是美國的平均工時 從去年1月高點35小時 每週工時35小時 其實35小時就拉滿了 因為按照7小時乘於5天 35小時基本上就拉滿了 可我們看到 從今年1月去年1月分開始 就一路調降 在最新的11月數據 12月數據 11月數據已經來到了34.3 34.3 進一步出現一個創低的變化 就是目前美國勞動市場 數量當中 供需非常緊張 可是現有的勞工 在在職的勞工 他們的工作量 跟工作小時數 正在放緩 正在放緩 所以從整個禮拜五勞動市場 就出現一個非常怪異的 勞動時數放緩 可是失業率走低 可是失業率走低 工資也放緩 所以這三個數字 至少在12月份出現一個非常怪異的變化 大家特別做觀察留意 因為這個數字 可能未來會進行一些調整跟修正 12月份怎麼會工資放緩 怎麼會工時放緩 我們可以解讀月價錢的關係 可是為什麼失業率走低 工資也會放緩 我們看目前美國的工資 已經創下近一年禮拜最低的增數 而且從月增率做觀察 這已經創下近一年的低點 所以目前美國的工資放緩 非常非常明顯 這當然是一個蠻大的利空 蠻大的利空 可是利空 不是利空 算是利多 是美聯儲加息的利空 因為就業市場整個冷掉了 就業市場從工資的角度整個冷掉 所以美國加息的理由 少掉了一個很重要的支持 好 我們看一下 從非農公布的就業機會 我們在分析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就業變緊張 可是工資卻放緩 工資卻放緩 好 這邊可以看到 每小時的工資數 來做個觀察 來做觀察 我們從這邊做掌握 第一個 我們可以從幾個留意 本來是要看這邊的 本來是要看新增就業機會 因為新增就業機會 第一個我們看到 包括主要的是交通運輸 這個是放緩的比較多 包括了像臨時救助 跟交通運輸 這邊都出現了一個新增就業的 平緩化 但我們看工資的發展 第一個就是我們看交通運輸 出現了一個負增長 交通運輸出現負增長 也就是低薪的工作 越來越低 高薪的工作 你像金融服務業 像訊息產業 像公共事業 高薪的產業是越來越高 這很特別 就是低薪的產業越來越低 高薪的產業越來越高 這個衝擊就是比較蠻特別的 就我們看到整個就業環境 這一次工資表現不如預期 主要是低工資的拖累 低工資的拖累 而高工資的走高 這也跟目前我們直觀的市場現實 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市場很特別 好 我們再往下觀察 為什麼低工資 尤其是交通工資出現下滑 主要叫回去推 去年10月9號 當時路特社也報導 10月2號拜登簽署了一個 阻止美國鐵路全國罷工的活動 使得罷工活動的失敗 讓整個鐵路工人要求調薪的一個機會 被拜登給阻擋掉了 給攔阻掉了 這也是我們看到 美國交通運輸倉儲工資大幅下滑的變化 當然交通倉儲運輸工資大幅下滑 很明顯 很明顯 最近航運 陸運 鐵域景氣非常差 所以很多工資大幅下滑 像美國港口 美國的很多倉庫 目前都閒置 所以工資大幅下滑 所以美國鐵路運輸工人 最好的黃金機會 就沒有了 被拜登給擋掉了 好 這是使得美國交通倉儲運輸工資 拖累了整個美國工資的一個主要理由 主要原因 好 另外我們看到 這個是按照1月4號 美國鐵路學會所發表的 12月底最後一週的一個報告 美國不管是鐵路 公路的債運量 都出現非常明顯的放緩 所以工資下滑 很重要的是底層 整個物流產業 出現了非常明顯放緩 這個數據當然拖累工資 可另外解讀就是美國景氣很差 美國景氣很差 美國就不可能加息 這目前市場上的反應 這目前價格的風險偏好 是這樣發生的 好 我們看到 除了平均工資 除了工廠訂單 工廠訂單 10月份是大幅下跌了1.8% 比預期下幅的0.9%增加一倍 比10月份的增加0.4%更是由政轉付 所以第二個利空 好 第三個是美國最重要的 ISEM的服務業 採購經驗指數 禮拜五公布12月最新的數據 這個數據崩盤了 所以觀眾朋友 工資放緩 工廠訂單 黃了 美國最重要的服務業 整個崩了 這三個理由 觀眾朋友 就是對於美聯儲來講 是一個最不好的消息 就是整個目前美國的加息的基礎 全部都動搖了 我們看一下 服務業的屁脈有點恐怖 從11月份的56.5% 56.5%是擴張 一口氣就掉到49.6% 所以56.5%怎麼掉到49.6%了 變成49.6% 而預估值本來是55% 本來是放緩的 可忽然就變成 由擴張到衰退 好 我們把細項打開來看 看美國的景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美國的服務業PMI 會大幅下跌 從56.5%掉到49.6% 掉了6.9% 第一個是製造業 生產崩潰了 就是服務的生產崩潰了 包括我們看到拍電影的崩潰了 拍視頻的崩潰了 交通運輸的崩潰了 全都崩潰了 美國服務業忽然忽然 從64.7%降到54.7% 更重要是服務業的訂單 降得更大 從原來擴張的56% 一口氣收縮到45.2% 好 我們從這個圖可以看到 美國的生產放緩 而訂單是崩潰的 整個交付運輸的塞車 基本上也是垮掉 再舉個例子 就是很多電影片 不是要排檔上線嗎 排片 你看阿凡達2 票房崩掉了 現在以前是拍電影的 等電影院的限控出來 讓我上檔 現在是電影院在等電影 因為每一部電影都拍到崩潰了 所以本來上檔要三週的 現在都上檔三天就拉下來 拉下來之後 沒有新的影片上來 所以整個交付時期都在放緩 雇佣關係也在放緩 包括出口訂單 仍然在一個衰退的過程當中 好 觀眾朋友 我們要再進一步看一下 到底美國服務業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美國服務業的崩潰 基本上是讓整個市場上 信心大增的原因 我常講 股市就是不孝子 這次我沒講 股市不孝子 那個叫央媽 股市就是國子 對不對 國子 那國子跟央媽怎麼做觀察 為什麼常常解讀 就是經濟不好的時候 反正股市會大漲 經濟不好的時候股市會下跌 經濟就是央媽的身體 那股市作為一個兒子 他希望他的媽媽 身體越差越好 因為媽媽身體越不好 就可以贈餘很多 甚至有更多遺產到手 所以兒子跟央媽 中間的橋樑 就是央媽的體質 央媽關係的體質 就是經濟 所以我們看到 經濟體質大幅向華 那央媽幾乎要往生了 整個家習週期的結束 基本上讓股兒子 非常開心 所以股市就是個不孝子 觀眾朋友 這樣就懂了 為什麼說經濟好 為什麼股市跌 經濟不好 股市漲 主要就是這樣對比 好我們看一下 到底美國最重要的服務業 因為美國的服務業消費 在美國GDP 消費GDP的 大概超過7成 接近8成左右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生產發展的事情 這個生產 可能觀眾朋友要仔細看 因為這個數據出現非常大轉折 它的數據 大家注意到 因為這個數據是怎麼好 是好的叫做一個百分點 持平的是0.5百分點 壞的是0個百分點 所以發出樣本去採樣 假如百分之百的人都認為好 那就 1乘以百分之百 所以會等於百分之一百 觀眾朋友這數字就是 maximal 就這個數字 假如大家都覺得不好 是給予0的權重 乘以百分之一百 就等於0 假如 大家都看好一半 就中性不好不壞 就是0.5 乘以百分之百 就等於百分之五十 所以中性就是百分之五十 所以ISOM 很多財甲基金指出這樣調查 你只要回答很簡單 你認為變好 還是變壞 還是持平 是這樣算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觀察一下 這個數據的內涵 第一個我們看到 從整個生產活動 變好的從11月份的33.4 忽然降到27.1 基本上大概掉了6.3個百分點 持平的人是從50.9 掉到50.1 掉了6.8個百分點 變壞的是從9.7變成12.8 等於增加了大概13.1個百分點 好 觀眾朋友 這是壞變壞的 這個景氣有多差 第一個是持平 本來中性人變壞之外 有6.3%的企業家服務業 他們從11月的樂觀 忽然經過一個月之後 變成悲觀 這個轉折速度是遠遠超出預期 美國服務業 美國服務業在11月份的樂觀企業家 有四分之一在12月份 從樂觀忽然跳過中性 直接轉到悲觀 大家第一個注意這是生產的邏輯 好 那我們看一下更重要的訂單 訂單是從11月份的30.4 掉到12月的19.1 所以掉了11.3個百分點 就是變好看好的 大概掉了三分之一 10月份到12月份 有原來樂觀景氣的有三分之一的企業家 三分之一企業家 忽然就不樂觀了 那我們看中性 中性是從49.6 掉到49.4 掉了0.2個百分點 我們看變差的 從20個百分點 直接跳到31.5 增加了11.5個百分點 好 觀眾朋友這是訂單 也就是10月份 美國服務業 包括了八大以成 包括了亞馬遜 包括了Google 這些都屬於服務業產業 他們在10月份的樂觀 有三分之一 高達三分之一的 超過三分之一的服務業老闆 忽然在10月份 直接從樂觀 持平 跳過持平 直接變負面 變負面 所以美國愛神服務業指數很特別 就是美國去年12月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忽然景氣下滑速度 讓很多的採購技能 叫企業家 忽然從樂觀 樂觀通常就是 沒有樂觀就變中性 沒有 從忽然樂觀變成極悲觀 從建築 從交通 到影視 到訊息 幾乎全線如此 就是整個服務業 出現了非常大的崩潰 那會多慘 這數據會多慘 就是 鴨媽的體質會多慘 那股市就笑了 會非常慘 我們小朋友 抓了從本世紀以來 就是美聯儲的利率 跟ISEM服務業指數 來進行一個對比 通常 當服務業指數 轉折往下的時刻 就是美聯儲 停止升級的時刻 各位朋友就對比 這美聯儲停止升級 當時服務業對比 已經開始往下 就是開始停止升級 另外我們看2007年 當整個服務業開始往下 美聯儲就停止升級 到了包括2019年那一次一樣 當服務業往下 美聯儲就停止升級 而這一次服務業已經往下 至少超過半年 而美聯儲還在加息 按照2000年 2007年跟2019年經驗 基本上 假如按照經驗做觀察 市場上正在交易這個價格 那今年被加息的可能性 已經快速趨近於零 所以我們提到禮拜五的數據 是一塊三號 直接把美聯儲的加息週期 給刪成掉 因為這個數據實在非常糟糕 從服務業再往前推工廠訂單 再推到了整個平均每小時的 工資的增速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慘淡 非常非常慘淡 所以現在市場上 是把整個寬鬆預期拉 現在不僅僅是不升級 還有降息預期 好我們就馬上引用 這個是美聯儲通訊社的 華爾街日報記者尼克 他在針對禮拜五的暴漲 跟非農數據 他發表了評論 他說就業報告 幾乎是不能闡明 美聯儲下一步 在下一次的 就2月1號的政策會議會做多少加息 可是市場上不管 先拉再說 所以我們看到 只能像包括標普的迷你期貨 叫做60分鐘線 15分鐘線 都出現了轉強跟突破 今天英國金融時報指數 已經創下近三年新高 歐洲的史多克50 50大基歐股 也基本上離新冠疫情的高點 不到兩個百分點 這個市場上目前對讀什麼 對讀就是FED put 我們現在要觀察 因為FED put 還在不在 這30年來 美聯儲 每一次當景氣出現一些逆風 出現雜印的時候 美聯儲都會很快的順勢調整 他的貨幣政策 這就是美聯儲 FED put 的由來 這一次就要看鮑威爾的想法 跟鮑威爾的決心 美聯儲put的交易會被捲土重來 而美聯儲這邊面對 要面臨經濟的逆風 同時中國經濟的下滑 他到底要做什麼樣的決策 跟抉擇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好 給大家收看 我們進行廣告回來要觀察一下 在禮拜五 其實還是有三位 美聯儲的官員講話 其中我們要從 美聯儲聯邦的理事 庫克 就是廚子 煮飯 庫克 他講了什麼 來分析一下 在禮拜五的工資大放緩 而服務業出現了 猛烈的蕭條性的下墜 那會有什麼影響 休息片刻 馬上再回來